上集说到,我楼上一家简直绝了,又是跳绳,又是篮球的,从早到晚都不消停,我上去找他们协商,这大姐还怪我是多,把我气的精神都不好了。 卧槽,原来是做的噩梦啊,吓死宝宝了,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,这也太恶心了吧。 等等,也许我可以像梦里这样来对付这位大姐啊,不是,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,我可不会把她绑床上,我估计她能压死我,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 果然,楼上又传来一阵急促的高跟鞋的踢踏声,好像比昨天声音还大了,我知道楼上这是故意恶心我呢,等着,我这就来,我光光敲开楼上的房门,这大姐满脸的横肉,美好气的冲我吼道,你又来干嘛? 这是我不慌不忙的说道,大姐,你不是想我了吗?我听到你的召唤,马上就来了,摸完我还向她飘了几个飞眼,飘得大姐五迷三道的,呵呵呵,你有病啊,谁想你了,哟,还给我玩玉琴固纵事吗? 姐姐,上次我就看出来了,你是不是喜欢我,暗恋我,对我有意思,知道我是单身住你楼下,你才故意这么吵我的吧,那高跟鞋的踢踏声,是在给我传递摩斯密码,那是爱的信号对不对,故意吸引我上来, 制造跟我相处的机会,是不是啊姐姐,你在胡说什么,你在家不走路啊,我就是在家看个孩子,啊对了,还有你家孩子,你就是特意让我跟他亲近亲近,看我能不能接受有孩子的你,想让我当他后爸是吧? 姐姐,你这盘棋玩得好大啊,我喜欢,这样吧,让孩子出来,让后爸看看他篮球打得怎么样,这熊孩子听到了,也配合的走了出来,正好我口袋里装着几块巧克力,赶紧递给了他,来好大儿吃糖,以后咱就是自家人了,叫爸爸,爸爸 这孩子以后绝对有出息,这时正好有两个邻居回家,我一把拉过熊孩子,为儿子,不哭不哭,你看你,怎么能打我儿子呢?我这么一哄,熊孩子更忍不住了,边哭边叫爸爸,感情太到位了,过路的邻居一看这情况,比吃了两个大瓜还满足,那表情鞋满了我懂,你神经病啊,是不是找打你? 我说姐姐,不等大姐反应过来,我就赶紧溜了,这种事就是点到为止,毕竟对他也不太了解,万一他真他妈想通了,我不就完了吗?这之后,整整一天,真的再也没有噪音了,你别说,这招还真好使,但是我没想到,这是还远远没有停止发酵,刚才过路的那俩邻居实在难掩吃瓜的喜悦之情,回到家就开始各种的添油加醋,反正后来的剧情已经控制不住了,各种的情感纠葛,还有人说看见亲子鉴定了, 说这孩子就是我的,传的是有鼻子油盐,楼上大哥怎么也想不到,一天之内,头顶就密的透透的了,到了晚上,原本安静了一天的楼上,突然就吵了起来,只听大哥大声喊道,好贵粉,好贵粉,你是个狠言啊,你藏得比谁都蠢呢,紧接着就是一顿唧哩啪啪啪砸东西的声音,我都怕这大哥杀红了眼再找我家里来,看到没有,谣言就是这么的可怕,这次好像是有点完大了, 我先充许躲躲,看到这里的,快给我个三连吧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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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大